几百万中国留学生到美国追梦 他们又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华盛顿丑闻叠起 我们要重返总统伤心地水门饭店 另外皮肉之痛和灵魂的煎熬 会造就出什么样的艺术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丛 我是叶凡 我们首先来看看本周亮点大千世界 好莱坞明星乔治·克鲁尼的妻子艾玛·克鲁尼 在联合国呼吁缅甸释放被关押的两名记者 两名路透社记者去年12月 在调查伤害罗兴亚穆斯林时遭到逮捕 人权律师艾玛·克鲁尼说 他曾经和缅甸文职领袖昂山素季同在 牛津大学求学 他曾经把昂山素季视为偶像 艾玛·克鲁尼说昂山素季对这个案子的处理 将会受到历史的评判 传奇人物雪儿被授予肯尼迪中心荣誉奖 这个喜讯让纵横娱乐圈半个世纪的他惊喜交加 他说得知特朗普总统不会参加12月的颁奖典礼 让他松了一口气 雪儿今年72岁 1988年他在浪漫喜剧《圆满抱佳人》里的角色 赢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除此之外雪儿还获得过葛莱美奖 爱美奖和金球奖 他共发行了26张专辑 1992年的金曲《Dancing Queen》 今年8月达到巅峰 在《Billboard》排行榜空前200首热门歌曲中排行第25 雪儿是特朗普总统的批评者 他直言不讳地指责特朗普在妇女权益和移民问题上的立场 肯尼迪中心荣誉奖表彰那些为美国文化做出杰出贡献的艺术家 潮西出版社为艳新斯托米·丹尼尔斯推出漫画书 虽然讲述了丹尼尔斯的早期生活 不过重点是他自称和特朗普总统的性关系 特朗普总统否认这段关系 这本23页的漫画书还描述了丹尼尔斯 在拉斯维加斯一个停车场 遭到一名男子袭击的指称 据称这名男子威胁丹尼尔斯 不要谈论他和特朗普总统的性关系 丹尼尔斯今年39岁 10月2号还推出了自传 水波荡漾的水床 可能又会成为必不可少的家具 一名美国创业家 希望通过新技术 让这种老式家具再次进入你的卧室 发明家查尔斯霍尔保证 这绝对有别于你爸妈时代的水床 他说不管是婴儿潮时代的人 还是千禧年时代的人 都会爱上这种新技术 美国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 有一尊身穿长衫的中国人铜像 1854年从耶鲁毕业的荣宏 被称为是中国留美的第一人 在荣宏之后 几百万的中国学生前赴后继 来到美国追梦 新一代的中国留学生 有什么样的新的特点 他们又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他们太棒了 同时他们真的挺腼腆的 勤奋 友好 亲切 就是很有机体 愿意参与 这是美国各地许多大学教育工作者 对当代中国留学生的印象 他们说中国留学生来美国 不仅自己学习的知识 增长的见识 也在不同层面上 对美国的教育 做出了贡献和改变 我们不得不把课程变得严格 因为他们学习热情很高 我常常跟学生说 说在我们这个世纪里头的话 就是说为了你们的未来 中国将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现在已经是很重要了 就是说对他们的前途来说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 必须要增加了解 跟着这个交流 对美国大学来说 大量中国学生的涌入 既开拓了文化视野 也带来了经济收入 美国的国际教育协会 年度报告显示 近十年 中国人赴美留学呈现井喷式增长 20162017学年 中国留学生超过35万 占全世界赴美留学人数的32.5% 所就读的学校 也从东西海岸 向内陆的中西部地区延伸 相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 当下的中国留学生 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个是经济上的长途 就是有没有捉害金 都可以来美国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我是八十年代末来的 没有捉害金是来不了的 现在大学生的知识结构 在我看来更完善 更丰富 所以他们的成功几率更大 第三个不同 他们的英语普遍的 比我们当时应该好 阅历丰富 英语更好 并不意味着留美生活 一定会一路平顺 我觉得他们还必须 适应美国的教育系统 我们知道中国的教育 更多的是灌输的方式 而不是苏格拉底式的 问答形式 在日常生活中 中国学生还面临着 社会常识 法律规则 人际交往等 许多方面的挑战和误区 我们确实看到 中国学生对枪支着名 当然不是所有 我不是以偏盖权 但我们确实有过中国学生 来美国后 明练枪支文化 他们非常容易就买到了弹药或枪支 后来才意识到 或者发现 其实美国禁止任何非移民 拥有枪支弹药 特别是中国学生 跟美国学生住在一起的情况 美国学生会出去玩 会喝酒或参加派对 这样生活方式会发生冲突 经历了学业和生活的洗礼 中国留学生学成后 还面临另一个人生选择 回国还是留美 美国移民政策 严格限制了国际学生 获得工作签证的名额 这给留美就业带来了难度 比如说你想找一些 美国公司里面的通作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你毕竟是一个 是联合学生 然后你的维砂 他们就是也是学生维砂 所以时间会比较短 美中政治和战略关系的大气候 也给校园带来了风风雨雨 批评人士说 中国共产党的长臂 深进了美国校园 中国使馆初前 组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 很多中国学生 为北京高声辩护 美国校园传统的学术 和言论自由正在受到侵蚀 这是有问题的 我跟在美国的中国学生 经常交谈 他们在一些情况下 表达了 我觉得是恐惧的情绪 这个联谊会强调要控制学生 让他们跟中国政府的政策 保持一致 并用恐吓和聚众手段 来影响学生 批评人士还说 在一些高科技领域 维持美国世界领先地位的 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 面临被中国人盗窃的风险 特朗普总统 在一次与大公司CEO的会面上 不点名地说 几乎来到这个国家的 每个学生都是间谍 特朗普总统以夸大而闻名 但是他的夸张通常指出的是 那些需要被重视的现实 但一位前美国官员撰文说 虽然担忧存在 但美国不该反应过度 否则会伤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 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 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 确实存在 但是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 应对这一挑战 美国高校开学之际 又一批中国留学生 踏上美国国土 开始追梦之旅 一些美国师生 对美国之音表示 他们的大门 仍然对中国留学生敞开 进来华盛顿不断爆出丑闻 比如通俄门 电邮门 燕心门等等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门的鼻祖 水门饭店 这家曾经让美国总统 伤心的大饭店 经历了几次转手和财务危机之后 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们请记者莫菲 带各位去光顾一下 电影《阿甘正传》中 有这样一幕 五个业贼闯入民主党 全国委员会办公室 收藏安装窃听器 并偷拍相关文件时 正好被对面的阿甘看到 便因所扬扎 报告给了警卫人员 水门事件东窗事发 而阿甘住的地方 就是60年代 宏极一时的水门酒店 它当时是华盛顿特区 不得不去的地方 莱克·科恩是水门酒店 目前的所有者之一 明星来这里 有权势的人来这里 政府的人来这里 还有肯尼迪中心的音乐家 和演员都来这里 所以这个酒店是当时风云人物 和权力知识的活动场所 因此自然而然的丑闻会在这里发生 水门酒店坐落于华盛顿的乌湖小区 面朝波托马克河 交通便利景色一人 作为水门综合大厦 六栋中的一栋 它是当年五个闯入者的 秘密筹划的大门营 虽然阿甘参与这段历史的环节 纯属虚构 但水门事件却是美国 震惊全世界的政治丑闻之一 尼克松因聚焦录音带 并试图掩盖真相 导致严重的宪政危机 于1974年被迫辞职 成为美国历史上 首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 水门酒店也似乎被传染了厄运 萧条之亭业 水门事件的发生 除了直接影响到水门酒店之外 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 历史 新闻 社会和文化 都产生了深严的影响 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各种门 像解说门 电话门 或者验照门 而这些门其实都来自水门 也就是watergate中的gate这个词 不过相较于70年代的这段历史 柯恩的公司显然倾向于 复兴酒店60年代的辉煌 使其称为华盛顿最华美的地点 经过耗资1.25亿美元的重建后 2016年停业近12年的水门酒店 再次开门迎客 新开张的水门酒店 有336个房间 两个总统套房 50%的房间带有阳台 而90%的房间为合景房 设计感十足 且设备配置齐全的房间 为客人带来高品质的起居体验 住宿价格是季节而定 以300至600美元不等 而总统套房则要8000至15000美元一晚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入住 不过我们主要迎合的是高端市场 满足那些喜欢风格和设计的人 尽管价格不够亲民 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的客人却络绎不绝 这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这是总统套房 这是客厅 马云当时就在这里坐着 和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妙的晚餐 没错 这是休闲客厅 这是正式客厅 这是漂亮的餐厅 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优美 阳台环绕整个总统套房 你住在河上 这在华盛顿地区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你也有私人厨房 可以叫厨师专门为你丰饪 来自伦敦的建筑设计师 罗恩·阿拉德 与意大利家居品牌 莫罗索联手 将酒店打造出复古 又时尚的风格 是从水门综合大厦 最初的建筑设计师 路易吉·莫雷蒂 阿拉德保留了当年 整面大理石墙壁和旋转楼梯等 并将外部弧线的设计感 引入到室内的方方面面 比如这个 有2500个威士忌瓶子 组成的酒吧 客人斯宾塞摩尔 是一名业务拓展经理 这几天来华盛顿出差 他专门选择住在水门酒店 实际上我看过电影《总统班底》 所以还记得水门酒店以前什么样 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 因为我读到一些 关于酒店改建花费多少的新闻 楼的外观还是一样 在内部每个地方 就我理解都彻彻底底地装修过了 非常漂亮 美国人对水门事件 到底有多痴迷呢 在事发后的几年 酒店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景点 而客房里带有水门标志的物品 被偷走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 直到今天 人们仍在谈论此事 仍在寻找酒店里 任何关于它的蛛丝马迹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 都会把酒店以及水门的名字 与那个事件联系起来 你不可能与它摆脱干系 所以我在班里入住时就很好奇 他们有没有事件相关的东西 很令人惊喜的是 他们确实将其包括在内了 我们将丑闻以幽默的形式 融入到我们的营销材料中 举例来说 我们的房卡写着无需闯入 我们的电话是6171972 这就是事发当天的日期 当你打电话等候接听时 你会听见尼克松的声音 我们的笔上写着 这是我从水门酒店偷来的 我们还有十条规定 十条我们设立的水门规定 其中一条是确保录音设备关闭了 破局争议的另一家奢侈酒店 川普国际酒店 在同一年开张吸引了不少眼球 但柯恩却不担心生意会被抢走 在另一家奢侈酒店附近 总是一件好事 对生意有益 对这个城市有益 我们很开心 与川普国际酒店一样 科恩也计划将水门酒店的招牌 扩张到全国以及全世界 在接下来的百样人生单元里 有人为了艺术不惜付出皮肉的代价 更有人从人道危机中感悟出艺术的力量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 不管你对纹身或者刺青怎么看 这种艺术正在慢慢地融入时尚的行列 有人愿意为它付出皮肉的代价 另外还有人即使看不见 也要用触觉来画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百样人生 每个人都应该要纹身 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一种交流方式 一种生活方式 是大家的方式 我从12岁就开始纹身了 我18岁时有了第一个纹身 不过我确定这只是象征性的 在手腕上纹上我的星座 小小的 不过我确定我要的纹身 是我不会后悔的 纹身是永久性的 是有原因的 因为颜料的分子 比你免疫系统的白细胞大 比如一个20年的纹身 边缘看上去有点模糊了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想要清除它 可是它太大了 激光也不能把它 从你的皮肤上烧掉 不然会留下大伤疤 激光只是把颜料 打成微小的碎片 小到你的免疫系统 可以把它清除出去 你一定要对生活投资 知道吗 不管什么投资 特别是你可以带进坟墓的 你终身都可以拥有 美丽的艺术品 我觉得那是值得投资的 知道吗 如果你这样想 你的一生由小时 分秒和天组成 你的身上可以终身 拥有美丽的艺术品 这并不贵 我只有一个纹身 全都相互连接 所以只能算一个 我们这代人和现在这代人 越来越接受纹身 我敢肯定今后的人 会更接受纹身 因为纹身被认为是艺术 不过还是有误解 有人很不理解 对如何纹身 没有足够的资讯 我很喜欢为别人 创作独特的艺术品 我努力为每个人 特别是针对他们的经历 创作独特的作品 我想这对收藏者是好事 他们可以有独一无二的作品 创作一个好的纹身 这是一个自豪的过程 不要因为在电视上看到 你就去做 我叫艾米丽·格西奥克斯 我是艺术家 我住在纽约市 目前在耶鲁大学 攻读雕塑课已经两年了 争取拿艺术硕士学位 这是我第一次在纽约市 举办个人展 现在创作作品 创作艺术 对我的意义更大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创作一些具体的东西 把我的想象变成现实 让我感觉很好 这个作品叫 《从树叶中偷窥两人亲热》 这是一条双人床单 之所以是一条床单 是因为我想到 我们在床上做的事 我们躺下 制造浪漫 这是关于爱和欲望 我13岁开始画画 13岁开始上油画课 我一直想成为一名画家 不过我也雕塑 我觉得这些布上和墙上的画 更加像是物体 就像是油画和雕塑的混合体 这是我最初画的情人亲热图 这是我最初画的情人亲热图 我的印象中 她一直是热情 外向 活泼和快乐的 我不知道她在尸骨前 是什么样子 我曾经很害羞 不太爱说话 很封闭和内向 可是现在 我觉得我比较有自我意识了 她会和我鸡掌 伦敦碰一下 好姑娘好姑娘伦敦 我很喜欢这里的讲解员 和导游 我从每次经历中 和游客的交流中 都学到很多东西 这是一件中国工艺品 一条狗的造型 这条狗的表情很猙獰 我不知道我们前面 是否提到过 它看上去像是在大叫 对着什么人狂吠 为盲人或者弱势的 游客做描述性讲解的导游说 他们在讲解他们 所看到的物品时 不仅帮助他们自己 了解得更透彻 而且也帮助视力 正常的游客 看得更透彻 因为在语言的引导下 他们可以理解得更深刻 这条狗带着有毛钉的项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它的主人是一个有钱人 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 你知道吗 就好像你有欲望 很饿 我就是对艺术有如鸡似渴 有的人喜欢运动 他们一定要跑步 我一定要创作艺术 植物艺术是一门科学 和艺术的混合艺术 最后的作品除了美观好看之外 还要有正确的科学性 你必须展示 你所看到的植物的所有细节 哪些人对植物艺术感兴趣呢 你可能以为 这些人一定很有耐心 不过他们也面对挑战 要学习很多东西 这是一种超享受的过程 植物是短暂的 有的花开一两个小时 花瓣就卸了 所以你要不停地寻找 和你画的植物 密切相关的标本 找到那种看上去和画出来 最忠实于你画的植物 最好表达含义的植物标本 这大概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 我想这是我画的第四层水彩了 还有很多要画 我正在画它的轮廓 这是3D视觉 你一旦画好基础 就要不断修改颜色 或者说更加突出颜色 开始刻画细节 不过我还在画它的轮廓 把暗色画得更深一点 那种最深的色调 不要损害亮色 我们要从准确刻画植物开始 植物是活的 是让人观赏的 我们获得非常重要的相关资料 我们不能让看画的人感到困惑 不过我们可以在 不影响准确性的基础上 加强画的艺术趣味 来表现这种植物 准确性是第一位 是最重要的 因为有这么多非常类似的植物 如果你不遵守准确性的原则 就会传递错误的信息 有人说苦难造就艺术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 人道危机给艺术带来的影响 这个项目不是要影响谁的观点 而是让大家像我一样 从中受到鼓舞 去更深地探索危机 我是在学校时产生这个想法的 当时我正在讨论难民危机这个主题 我就想围绕难民危机 来做一个大的项目 在我的请求下 希腊的莱斯沃斯 寄来了真正的难民用过的救生衣 那里是很多难民登陆的地方 这让我热血沸腾 救生衣带来了环保问题 住房是一个人权问题 两个问题结合起来 形成了这个项目的主题 开始大家想在上面画画 把它们做成别的东西 可是当我收到这些救生衣之后 我决定用它们来做雪屋 这样感觉更强大 因为当我触摸它们的时候 我意识到每一件救生衣代表着一个生命 还散发出海水的味道 所以感染力比我原来想象的更加强大 我知道我做的雪屋和真正的雪屋区别很大 真正的雪屋通常是在世界北端 在气候寒冷的地方 它们是由周围的唯一材料冰做成的 我们的项目当中 这些雪屋也是由周围唯一材料做成的 我们的想法是 用非常复杂和有争议的难民危机中 两件客观物品 来制作客观有力的作品 让大家没有意义 我们的目的是产生动力 而不是左右别人的观点 对我来说画画就像是音乐 不管是颜色还是白色画布还是画板 我只对自己说让我在画布上用颜料齐舞 我毕业于巴格达大学艺术系 我有很多朋友和家人住在那里 我画画的时候就会想起祖国 在我的国家我们没有很多颜料 只有灰色和棕色 我离开祖国是因为战争 因为战争 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 我逃亡到叙利亚 在叙利亚一段时间以后 2009年 我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来到了美国 我的工作是修理工 我修理很多东西 比如电器或者公寓门窗 业余时间 只要有空间和时间我就画画 因为我热爱画画 现在的新闻里不停地讨论难民问题 我们应该让多少人入境 他们能做什么贡献 我想这个展览显示 世界难民中的有很多人 拥有各种各样的才华 也许这是我们在新闻里听不到的 这匹马就像难民 有的人来自欧洲 有的人来自非洲 有的人来自中东 他们来到这里 在这里一起工作 一起居住 我们必须向大家发出信息 虽然我们的肤色不同 可是我们应该相互帮助 美国给了难民很多东西 我在我的国家很有名 我希望也能在这个国家成名 我希望有一个画廊对我说 来吧 我给你赞助 或者我们一起合作 开画展 或者为画廊工作 我在这里很难找到画廊的工作 我希望创作一幅美丽的画 奉献给这个国家 让大家来欣赏我的艺术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 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叶凡 小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的世界上 都看不见了 我们的四周 在沙坪里沉的电华 就听了 我们的第二 Shallnard 小星期的 Pamela 和对面的电华 使者的日本人